诗歌的内容 它卸巧的诗歌内容 也是在描写什么呀 山水风景 写出景物的这种奇力变化 规律色彩 并且非常的形象生动 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由冬田》中的代表诗 诗篇 鱼系星河洞 鸟散鱼花落 你看 鱼系 鱼玩鱼游戏 鸟飞走了 散开了 然后星河 对什么呀 鱼游戏 然后 洞对落 完全的对仗攻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诗人啊 真的非常讲求这种 韵律和对仗的这个事情 所以 也为后面的这个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向律师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一定的铺垫啊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魏晋南北朝的慈父 刚才已经强调了 谁啊 才高八斗的是谁啊 曹植 他的一个父了啊 与汉父对比 鲜明 讲求的是什么呀 队友 声率和早逝之美 成为风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讲到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黑暗的动荡的时期 我们之前的汉父 由于汉代 哎 非常繁荣的景象 对不对 不管是这个工程也好啊 都市也好 哎都会大兴土木 对这个这个整个汉代是进行一个表扬 进一个铺陈的一个强烈赞美的这样一个富的形式 这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 社会那么黑暗 我不能赞美他的黑暗吧 对吧 所以更多的在从这个之前的哎 细事开始慢慢向抒情来转化 并且更多的在他的形式上进行一些讲究 对吧 包括队友 声率 以及这个词导 词汇的运用上 对吧 大致可问 词怎么样 细事 勇物和抒情三类 其中抒情是比较多的 哎 代表作品 曹植的落神父 曹植和落水的女神相遇 但是最后因为人神有别 对不对 被迫离开的这样一个 哎 父的这个作品 其实他并不是只讲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更多的是把这种对比 这种哎 女神和我的这样一个形象 比作什么呀 君臣和我的形象 也希望能够自己在政治上 有更多的报复和表现的机会 对不对 好 左思的三都父 三国时期的 未属无三国的 京城 京都 哎 描写的是这样一个三都的过程 包括这个建业啊 业城 对不对 还有属无 为业城 对不对 哎 三都父其实有点模仿之前 我们张恒的两都父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两金父 这些形式的父 来进行对公式的一种 父的表达方式 好 南 魏定南北朝的散文 哎 刚才说到了 父是新出现的 哎 并不是新出现 有新变化的 散文有什么变化呢 在特点上 哎 细事言情 书信 以及继继续 山川 形式成为了两大最主要的主题 并且 哎 书信体 这种书信的方式来成情 研制的 更多了 追 语言 追求 跟前面的父一样了 什么呀 队友啊 排比啊 并且词语必须要相当的华丽才可以 比如说 哎 特别有名的诸葛亮的 初诗表 哎 这种表的形式就是像金主成见的一种 成情的一种方式 表与成情 我们要知道啊 还有李密的成情表 还有王羲世的蓝平集续 那么这个这种续的方式 更多的就是来继续山川形式啊 哎 进行一些这个景物 或者这种哎 盛世的一种描写 对吧 表这种形式更多的是 哎 我言 用语言来表达对君主的这种一种 这个成情的一种方式 OK 初诗表 大家应该到时候 这个这个初诗表 重要到甚至在高考的时候 仍然让你要背诵 成本不一公根于南洋 啪啪啪啪啪 就开始要背了 知道吗 要非常长 但是大家如果背到了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 啊 诸葛亮 灵表 替灵的这种 啊 满腔的这种感恩 或者说 我希望能够做好的这样一种心情 李密的成情表 也是更加的感人 希望能够放自己回家 哎 以表孝心来试分自己的祖母 对不对 好 继续看一下水晶术 哇 再进一步的从文学开始扩展到一种综合的这种表达方式上 力道员 对不对 哎 自善长 那么中国国古代的地理学家和散文家 啊 为水晶 它水晶柱的一个形式 就像我们之前的怎么样 哎 我们说左传是对春秋的作传的一种形式一样 哎 它是对水晶进行一个标注 它引用了多达480种文献 其中属于地理类的就有109种 那么经过多年的辛苦 编成了这个水晶柱 水晶柱至今为止 含为更多的这个地理学家 历史地理学家 左延用 觉得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 对吧 哎 当然呢 水晶柱为什么要在这里进一步的说明 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地理专注 更多的 它其中的文字呀 特别的美 它这种散文的方式来表现祖国的山川河流 哎 这个文学样式也是有很高成就的 好 选出30多万字 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1000多条河流 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浚县城市物产 风俗传说历史等 是中国古代的比较完整的一部 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的地理著作 哎 可以称是第一个 对不对 好 那么其中水晶柱的文笔呀 雄见俊美 哎 既是古代的地理名著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可以被历代的人来进行赞美的 对不对 在中国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深远的理想 比如说我们会学到他的什么 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 两岸连山略无缺处 重言叠章 应天蔽日 似非平午夜分 不见夕月 这个到时候大家都会背诵的 也会像小达老师这样脱口而出的 春冬之时则复湍绿潭 回青倒影 绝多生怪百 玄泉瀑布 飞树其间 清容近茂 两多趣味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明三生 泪沾长 这是他的结尾句 其实整个文字特别的美 其实他就是想继续一下三峡这个地方 这个地理特色 但是你看他的文字 肃湍绿潭 回青倒影 对不对 特别的美 而且文学的造诣非常高 好 所以说在这个三峡是会考莫写的 并且一到初中 一到高中仍然会考到这种名篇 下面就要讲到了这个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包括两种 一个是智怪小说 一个是智人小说 智怪小说呢 主要是什么呀 技术这种神仙方术 这个妖魔鬼怪呀 这种书方异父 佛法灵异 以及一些民间的故事和传说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呀 搜神记 大家要记住 智人小说主要是记载当时的这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人物的一些趣闻 意识 特别是一些名人之意识 名人之士的这些风流运势 意识等等 他们的这种言谈举举 从他们的言谈举举中 所表现出的一种 当时这个时期 人们生活的特点 人们性格的特点 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 誓说心语 我们在这个青年级上的语文课本中 就会考到 陈泰秋 语有七 还有永雪 永雪是表扬了这个残与 谢道运的这个什么呀 未若柳絮英风起的这样一个才华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誓说经语又名 誓语为言谈义事的笔记 其短篇小说 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的一个代表作 这是新出来的一种形式 内容主要记载的是 魏晋明氏的译文趣事和玄虚清谈 在这个时候他们比较崇尚玄学 对不对 崇尚老张的老庄老子庄子的这种 处事的态度 觉得应该无为应该清淡的 这个非常简单的过自己想要的自由的生活 而不被那些名教利苏所束缚 对不对 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特色 其中会记载很多包括王羲之啊 这样的这种魏晋明氏的这种特色 并且每一篇都非常短 所以呢 当时小来老师一直说 我要不要出一个文言文专辑 来讲一讲誓说心语 但是我们要如果想读懂誓说心语 一定要对魏晋这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 他们当时所流行的这种 不管是宗教色彩也好 整个世风也好 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能够体会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在这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文学常识 书里就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没有讲到的 其实很多很多 很多大家我们都没有讲到 但是由于我们毕竟是这个年纪 对吧 这个阶段 我们不需要掌握太多 为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 所以我把一些重点的挑出来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梳理和归纳 并且把重点的篇目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么如果大家还对这个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第一个可以去做一下课后作业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集中掌握的 另外可以多查查资料 查一下这些有名的诗人的著名的篇目 来细细的品读一下 来体会他的这个风流 他的这种人人秩序的这样一个意志或者雄心 对不对 那么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你有所收获 跟着小达走 语文不用愁 下次我们达人语文 我们一起相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